就是往金接啊 不然就獎金方面再疊上去 但是實際上的薪水卻不是這樣子算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這個基本公司能夠調整 所以我們這個薪水永遠都是貼在這個23000億的保全人員比較有利 當然我們保全人員也是不管做幾年 你十幾年他也不會加你薪水 就是永遠都是這樣的永遠跟那個法律的那個 法律寶藏的薪水貼之 所以在這裡我們希望基本公司能夠調整 調整百分之五 好 因為保全業真的是拿基本公... 那個月基本公司換算成實薪的部份 基本工資大家知道薪水是月薪除以240小時換穿成1個小時 那這個部分96.25 那去乘以他的一個每個月的工作時數是240小時 就是你本來如果做滿一個月 正常工時174小時的話拿的是23001 然後你因為他們的正常工時其實是240 所以再多出的那個66小時是乘以96.25 而不是乘以150元 所以這個部分他們每個月做了240小時的工作 其實拿的只有這個2萬9千多塊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其實他們真的是拿工作時間跟命來拼他們的一個這個薪水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是要主張基本工資要調升 這個對很多的勞工其實都有實際的幫助 我們再來喊一下頭號 基本工資要調升 基本工資要調升 勞工低薪要改善 勞工低薪要改善 基本工資要調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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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工低薪要改善 勞工低薪要改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有另外一個訴求是本門外勞部脫貨的部分 這個部分即使也是勞工團體、共和團體多年的訴求 這個部分我們來請勞動人權協會的王娟明執行長來講這個部分 各位媒體朋友 我們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勞動部 有關基本工資的問題 大家還記得嗎 2012年蔡英文第一次選舉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嗎 當時的基本工資蔡英文提出多少 兩萬七千元 他說如果他當選一定會調到兩萬七千元 他當選了沒有 當選 2012年很抱歉 他沒有當選 他當選了沒有 他沒有當選 他那時候就提出兩萬七千元 第二次 2012年的時候 蔡英文氣勢上漲 完全就能夠當選 所以他有沒有提基本工資的訴求 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說 今年明明要選舉了 蔡英文的選情又開始緊張了 有沒有提到基本工資 再 有 有 有 所有到多少錢 阿天已經放出風車 如果讓他繼續再做4年 會提升到3萬元 好ав好笑 非常可笑 剛剛也很多我們公會的朋友講 說資方團體啊一直在講 說基本工資千萬不要調啊 你調的話我就要出走 沒路跑走了 中美貿易戰多少的台商已經回來了對不對 回來了之後大家注意 今年在基本工資上面 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訴求 資方團體一定會大力的要求 說移工跟本勞的基本工資要怎麼樣 要脫鉤 蔡英文會讓這些台商回來 他說只要你們回來 我有很多的優惠 其中一個就是移工的數量 你到我台灣來投資回來投資 我讓你用更多的外勞 用更便宜的勞動力 他說不行啊 那基本工資提升了怎麼辦 所以今年在基本工資 審議委員會上面 資方團體已經開始醞釀 要怎麼樣 本勞移工要脫鉤 很多人就說你們反對什麼呢 這移工的薪資 他跟基本工資脫鉤 跟本勞都沒有關係 朋友們有沒有關係 我們要求移工的同工 同仇同權 為什麼 如果我們的移工 他的工資非常低 會影響到本勞的就業 很多資本他就是用便宜的移工 不用本勞 本勞就大量的失業 如果移工的權益降低 我們本勞的工作機會就降低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求 在這次調整基本工資的同時 本勞跟移工 我們的工資一定要怎麼樣 不能脫鉤對不對 好今天講了這麼重要 我們移工的勞工的權益 得到保障 本勞的勞工權益 才能得到保障 所以來我們把我們的手舉起來 勞動果實合理分配 勞動果實合理分配 調生基本工資 改善勞工資心 改善勞工資心 最重要的啊 基本工資本外不脫鉤 基本工資本外不脫鉤 保障勞工權益 保障勞工權益 本外不脫鉤 本外不脫鉤 保障勞工權益 基本工資本外不脫鉤 基本工資本外不脫鉤 大家加油 加油 好謝謝捐平 剛才其實講得很清楚啊 就是說 蔡英文總統就是對於 最低工資 基本工資的這個訴求 政見其實 有沒有脫鉤 到底會不會做 不會 不會喔 大家都覺得不會 好 那這個就看說 呃 就看兩篇話勞動部的誠意啦 他到底要讓基本工資 要漲到什麼程度 如果喔 如果他說 今年只有調3%的話 那其實也有媒體朋友算過 那你要調到最後3萬塊的話 你每年其實調股要很高 你剛好跟你說一次調很多 不可能嘛 你一定每天 每年平均去計個調升順 因為我們對勞動部就是拭目以待 齁 看起來他是有願意要調升基本工資 但是到底要調整多少 我們拭目以待 另外就是最低工資跑的立法 已經那個 講很久了 但是到底會不會立法 時間只剩下半年齁 時間只剩下半年齁 是不是能真的跟 台灣的一個勞工的 勞動生產力的一個 呃 這個 這個成長的一個腳步 因為台灣勞工其實都很努力的 是不是能夠追上整個物價的一個上漲速度 讓台灣勞工薪資可以慢慢的一個提升齁 我想這個是我們要積極要努力的對不對 對齁 除了調升基本工資以外 其實呢 我們每家的工會 在我們的一個公司裡工廠裡 我們都要去幫我們的員工 我們的會員做調新對不對 對 對其實這都是我們每年每年都會做的事情齁 好那接下來齁我們那個 呃 剛才 總要請那個羅主席來講一下 我們做一個最後的一個總結啦 來我們去 羅主席 來 董賈文 加油 加油 各位勞工兄弟 各位媒體朋友 每一年 我們公用團體 都在這邊 聚集在這邊 要求 政府要調高基本工資 基本上來講 說的 真的很可憐啦 就是台灣的公會組織力不到7% 以老保急的統計 有雇主的收雇人口650萬 可是公會組織力只有7% 沒有公會的人啊 在職場上 一切都是老闆說的算 不要維持 那調新怎麼樣 就靠基本工資的調新 才能夠把水平再提高 各個企業各個工人 才有機會 得到一個調新的這種機會 台灣的派遣工 臨時工 啊 企業工 這些保錢業 有250萬的人 都是在領基本工資 台灣的社會 皮膚差距那麼大 台灣的社會 已經這種兇殘到 不是人的這種社會 可是呢 台灣的教育太成功了 讓人工人不組工會 勞工意識太低弱 造成真的社會 老實講 我們希望社會的良性循環 沒有辦法達到 所以來這邊 只有養贊 唯一是勞動部 能夠站在公的立場 能夠挑戰基本工資 讓台灣社會 能夠比較人道 比較不要那麼兇殘 這一次我們大家來這邊的意義 我們真的是希望 讓政府能夠正式 做為一個政府的職責 全民的福祉 全民的養家福福的利益 上來講 讓社會更能夠和諧一點 更能夠人道一點 這一點 我是我們到今天為止 來這邊 不像國外 國外的工資是 工會跟資 資本爭取的 我們台灣的工資是 搶賞政府來調高 才能夠幫助廣大的工人 這是工變未來要努力的方向 我們大家一起來按口號 挑戰基本工資 挑戰基本工資 勞動國資合理分配 勞動國資合理分配 改善勞工低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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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工資 本外不透工 基本工資本外不透工 謝謝 謝謝 好 加油 謝謝 劉主席 好 那我們再來記者會到尾聲 但是我們還是要強述一下我們的訴求 我們第一個訴求是什麼 基本工資要調升對不對 對 至少今年要調5%對不對 對 好 這是我們第一個訴求 第二個訴求 基本工資本老跟外老 能不能透工 不可以對不對 好 第三個 小英政府要談最低工資法 所以我們希望小英政府 儘快做最低工資法 提出政策辯論對不對 對 好 那現在我們來喊一下口號 來口號來結束我們今天記者會 基本工資要調升 基本工資要調升 勞工低薪要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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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基本工資不脫鉤 勞外勞基本工資不脫鉤 勞動國食 勞動國食 合理分配 勞動國食 勞動國食 合理分配 好 今天計程會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打加油 麻煩